军情前哨战塑料玩具 变身作战武器 3D打印枪械在缅甸做了哪些升级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 缅甸政局的混乱都并不是什么令人陌生的新鲜事 分裂的民族和政治运动 拥兵自重的强人和军阀 围绕着玉矿和吸毒场所繁殖起来的黑帮 在缅北地区 由克青兵工厂山寨的56冲和81杠大型起道 发展出的枪族亚种甚至多于原版 需要特别指出 FGZ9并非是缅甸人设计的武器 而是一款由一个美国人设计 并发布到网络上的枪械作品 自此以后 FGZ就成了比虚拟货币 还要去中心化的奇葩玩意了 变异速度更是堪比新冠 在这些枪械出现之初 曾一度引起社会恐慌 媒体们最初耸人听闻的描述 你的邻居只需一排3D打印机 就可以再轻而易举地制造一只 可以轻松通过安检 并致人死命的火器 但FGZ9的优势远不仅限于此 其核心设计结构非常讨巧 不需要太精密的设备 一台100美元级别的3D打印机 和很廉价的打印材料 即可制造该枪的绝大部分零件 当然 这是有代价的 FGZ-9的金属零件 使其无法通过金属探测 一与X光设备的检查 该枪早在数年之前 就在欧美地区出现 并被用于个人收藏 街头斗殴 新纳粹袭击和恐怖活动 也因此被多国政府 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在不足半个月的时间里 缅甸反对派 已经陆续在云枪的基础上 发展出了长枪管长护木形 简易消音形和家装战术捣鬼的圣诞树形 并大有进一步发展的架势